孩子們大聲的叫著 就是要讓豬群們知道 用餐的時間到了 李錦華手拿著剛彩下的香蕉 用鐮刀一一砍下 丟到豬群中 再從貨車上拿木槽 和一大袋的地瓜餵豬 這些豬不但吃得健康 且也放在三甲大的土地上 有充分的活動力 總數量共一百多隻 這是住在阿里山茶山村的 李錦華夫妻 九年來所堅持的養豬方式 完全選就是不會來傷害我的身體 那包括我的孩子 我也有能力去給他們 這一些最珍貴的東西 讓他們可以很健康的長大 不僅養豬賣豬 還會到全國各地 擺攤烤全豬賣烤豬肉 正當瘦肉經濟禽流感議題 不斷延燒 民眾都不敢使用豬牛肌肉時 李錦華夫妻所飼養的野放山豬 卻訂單連連廣受好評 文牛 文豬 色便 大家都很擔心 相信我們的山豬一定會賣得更好 鮮梅 很棒 不只是特別有桌子的風味 還有更可以安心的食用 因為裡面無論是山上的這個魚 或是特別是這個豬 沒有那個毒素的瘦肉經 這次他們在嘉義新港長老教會的邀請下 在樂業教會考全豬 也一樣受到牧師看民眾的極力讚賞 完全不受瘦肉經 及禽流感的議題所影響 李錦華夫妻堅持健康 且自然的方式養豬 以至於他們的豬肉 深受消費者的信賴與肯定 記者綜合報導